距离漫威全新立作《黑豹2》上映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漫威刚刚发布了本片的第二支预告 又有不少全新镜头首次曝光 本片主要讲述 黑豹特查拉国王英年早逝之后 他的母亲拉曼达太后 为了瓦坎达王国不被外敌入侵而重掌大权 新任黑豹 钢铁之心 海王内魔等新角色也将粉末登场 预告一开始就是黑豹的葬礼 只见苏瑞公主手捧黑豹面具走在葬礼上 瓦坎达全国上下 为痛失年轻的国王举国哀悼 画面一转 在一个深不见底的海底世界 这里却存在一个庞大而未知的文明 而坐在国王宝座之上的 就是传说中的海王纳摩 漫画里的内魔来自亚特兰蒂斯 但在本片中背景却换成了玛雅 漫威这么做 也许是为了与DC的海王区别开来 纳摩天生脚上自带一对小翅膀 是玛雅神话中的羽蛇神猫 不过漫威之前已经宣布 本片中的内魔是变种人 他除了拥有天生的飞行能力之外 还拥有超乎常人的体力和耐力 他甚至还能和海洋中的生物交流 不过他离开大海之后 如果长期暴露在陆地上 他的超能力会大打折扣 之前有人认为 纳摩在本片中是反派 但是后来其扮演者特诺克·维尔塔 在接受《帝国》杂志采访时透露 纳摩并非反派 而是英雄 幕后反派另有其人 《黑豹2》作为漫威宇宙第四阶段的收官之作 终于迎来了钢铁侠的继承人钢铁之心 有趣的是 钢铁之心是一个黑人 所以把他放在《黑豹2》登场再适合不过 我们看到钢铁之心 莉莉威廉姆斯 打造了一套属于自己的钢铁战甲 虽然只是雏形 但是他首次是非画面 一下子让人想起了当年看的钢铁侠 瓦坎达人民 为了保护钢铁之心 和纳摩一族展开了一场惊天战斗 纳摩用神力召唤滔天巨浪 淹没瓦坎达 而拉曼达王后 也将在这场浩劫中牺牲 相继失去三位亲人的苏瑞公主 必须挺身而出 最后在万众期待之下 《新黑豹》终于登场 从这妙慢的身材曲线 一看就知道 《新黑豹》是一名女性 从最新发布的多张海豹来看 苏瑞稳稳占据C位 所以她就是《新黑豹》 已经不是悬念 《黑豹2》将会是一部充满了 各种女性力量的超级英雄电影 这与首部电影的基调有点出入 所以说漫威宇宙中 越来越多女性超级英雄的崛起 是不可阻挡的大势所趋了 另外本片《北美院线版》 长达161分钟 在所有漫威宇宙电影中排第二 仅次于《复仇者联盟4》 该片将由首级导演瑞恩·库格勒 回归指导 本片目前已经在北美开始预售 11月11日上映 至于会不会被内地引进 我们还是静静期待吧 这里是胶囊电影台 关注我一起看好戏 字幕组组组组织 新奇的是未能有的 什么学生